第0631章 过去与现在的承诺 听完伊莎贝拉对灵魂战场的描述 夜莺的心渐渐沉到了谷底 你的意思是 你也不知道 如何让陛下从昏睡中醒来 他摇摇头 这种结果没有先例 我确实无法解决 不过 杰罗在吞噬加西亚时 曾恍惚过一段时间 他当时解释 是在对方的记忆里 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才花去了不少功夫 而杰罗的一生 比任何人都要复杂 我猜罗兰 想要接受这部分记忆 花费的时间恐怕更加漫长 不过只要他还活着 应该就会自然醒来 夜莺无法判断这些内容 是否真是可信 他只能判断对方没有在说谎 至少这些猜测 对纯洁者而言 是发自心底的想法 但他也知道 情况一点都不乐观 两百多年 为教会效力的记忆 与陛下 二十年的王子生涯 到底哪个会变成主导 罗兰 会不会就此迷失在繁杂的记忆中 永远无法醒来 会一步说 倘若他真的接受了 杰罗的全部记忆 然后苏醒过来 那么他还是那个罗兰 温布顿 会议宝的四王子 以及他憧憬的人吗 分勇的思绪 让夜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境 他此刻也明白了 温帝为何要让艾格莎 跟自己一同前来的原因 谈谈教会吧 艾格莎成因片刻后说道 你对教会的前身 联合会 知道多少 杰罗了解的 我基本都知道 依莎贝拉很配合地回答道 你们还在怀疑 那些信上的内容吗 自从杰罗接任教皇之位后 经过疏密机关认可的纯洁者 都可以进入藏书馆 阅读四百年前 那段被掩盖的历史 而信上关于女巫帝国和魔鬼的记载 都是真实的 如果只是信上的那点消息 对我们来说 并没有什么价值 艾格莎微微笑了笑 女巫帝国在你们看来是历史 而在我眼里 却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就是联合会的女巫 这一次 轮到依莎贝拉惊讶了 你说什么 我来自于四百多年前的塔奇拉圣城 亲眼目睹了圣城的覆面 魔鬼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 他们仍然占据着曙光岭的大部分土地 在汇宝以西的 迷藏森林与赤水河尽头 就有魔鬼的营地 罗兰已经跟他们交过手了 纯洁者愣在原地 伴上说不出话来 与魔鬼开战是迟早的事 我们都知道 神异之战即将到来 如果不是教会步步紧逼 罗兰也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 以一场决战来解除后患 艾格杀顿了顿 我想了解的是 是 联合会究竟是如何转变为教会的 这个 过了好一阵子 伊沙贝拉才回过神来 史书中提到过 在逃亡过程中 联合会爆发了一场内战 一点就位于绝境山脉西北侧 起因没有细说 只知道联合会从此分裂为两派 一派以塔奇拉女巫为主 进入群山的迷宫遗迹中 一派则是坠星城女巫 他们继承了阿卡利斯大人的意志 继续北上 在赫尔梅斯高原下定居下来 成为了现在的教会 逃亡路上的内战 爱个杀咒没到 这简直是自杀之举 史书的撰写者 也是这么认为的 联合会在内战中损失惨重 不仅失去了两位超凡之上 还与凡人组成的迁徙队 完全脱节 等到北上的一派抵达目的地时 那些凡人们 已经逃散得七七八八了 伊沙贝拉叹了口气 至于之后的信仰之战 不过是为了捕杀那些 不属于坠星城的非战斗女巫 只有这样 教会才能把过去的历史 彻底埋葬 埋葬过去 就是为了方便 肆意猎捕女巫 以制造没有神志的神伐军 叶英冷声道 你们都疯了 如果不是这场内战 四大王国 从一开始 就不会脱离联合会的掌控 神伐军的数量 也远不止这么一点 伊沙贝拉平静地说 当然 现在罗兰 温布顿已经有了更好的法子 赫尔梅斯圣城 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你倒是对教会 没什么留恋之情啊 叶英讥讽道 这也是联合会的初衷 纯洁者闭上眼睛 虽说杰罗十分疯狂 但在对抗魔鬼 这一点上 他的信念 比大多数人都要坚定 这也是我选择帮他一次的原因 听到这话 叶英忍不住拔出了匕首 杀了他 就能让罗兰醒来的话 我绝对不会阻止你 艾格莎轻声道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恨恨地把匕首收回匠中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得告诉你们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之际 伊沙贝拉忽然 开口道 是禁止任何人前往的 就连靠近都不行 他只和我一个人说过 站在那里 他能够直面神明 走出囚禁室 叶英用力砸了下墙壁 该死的 结果 我们还是没能找到 唤醒陛下的方法 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我们也只有继续等下去 艾格莎安慰道 不管怎么说 先向大家会报 我们得到的消息吧 他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保证 只要不杀掉他就行 他对我们还有很大的用处 无论是对付圣城 还是探索神石的秘密 很快 女巫们聚集到卧室外 开始倾听艾格莎副术 有关纯洁者的情报 而叶英的心思 早已不在这里 他悄悄退到角落 展开迷雾 穿入罗兰的卧室 静迷的房间里 除了他之外 只剩下安娜一个人 叶英缓缓走到床边 看到安娜正捧着罗兰的右手 轻声说着什么 他只有平住呼吸 才能听到对方 禁似儿语般的呢喃 还记得 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若是你死了 我会带着愿意 跟随你的人 前往沉睡岛 与教会战斗到底 可你还活着 只是在熟睡而已 所以 我会一直等待下去 无论是一天 还是一年 就算是一生 只要你还有呼吸 我就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放心安睡吧 我会照顾好你的 叶英感到心猛地紧缩起来 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甚至比身体受窗 还要难以忍受得多 他无法抑制地弯下腰 紧紧捂住胸口 一股温热的暖流 模糊了他的双眼 第0632章 从沉睡中醒来 光芒刺入黑暗 活乎的世界适应光源后 最先映入眼中的是 雪白的天花板 柏兰花了数秒钟 才摆脱初醒的晕眩 随着视野一点点变得清晰 他愈发感到不对劲起来 这里到底是哪里 他猛地坐起 才发现 自己竟然睡在一个 现代卧室模样的房间中 身下是柔软的床铺 床头一侧摆放着台灯和抽纸 另一侧是红褐色的衣柜 四眼的阳光透过百叶窗 均匀地倾泻在梁席和他的手臂上 隐隐有些发烫 见鬼 难道这场决斗 还没结束 罗兰脑中的睡意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从床上翻滚下 伸手想要召唤出一把防身枪支 但憋了半天 手里依然空空如也 他心里不禁一沉 莫非 战场规则又发生了变化 那样就麻烦了 以纯洁者的伸手和速度 尸手空拳较量起来 自己只有挨打的份 而且 说好的 以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 作为战斗擂台的呢 这该死的房间 他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罗兰亲手亲脚地 走到卧室门边 将耳朵贴在门板上 倾听了片刻 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 似乎有人正在说话 他 小心翼翼地握住门把 将房门打开一条戏缝 外面是一个更宽敞的房间 看摆设 居然像是客厅 轰荡荡的沙发旁 老旧的台式风扇 正晃动着脑袋 发出嗡嗡的冥响 沙发前方是一张茶几 和一台壁挂电视 画面仍不断闪烁着 说话声 应该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除此之外 客厅里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这情况 未免也太诡异了点 罗兰深吸口气 缓步走进客厅 风扇罩子上 系着的红丝带 正迎风飘荡 徐徐凉风 让他不由的精神一震 这时他才注意到 房间里实在有些闷热 而窗外不断回响的蝉鸣 也意味着这个世界 正处于剩下时间 沙发海上散落着几本杂志 罗兰随手捡起一本翻了翻 内容居然是时尚消息 和星座占卜 风格还十分稚嫩 简直像是给没长毛的小姑娘看的 她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无论是前世还是精神 她都不可能购买这种书籍 显然这间屋子并不属于她 就在这时 电视里播放的新闻 吸引了罗兰的注意 昨日傍晚 本市大学发生了一起 原因不明的爆炸事故 一座教学楼遭到损毁 从现场发回的照片可以看到 整个楼顶已经全部垮塌 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玻璃碎片 究竟是什么 造成了这一切 现在让我们联系现场的记者 她不禁张大了嘴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家笑好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发生爆炸的教学楼旁 只见一名女记者出现在荧幕中 而作为背景的大楼 正是她与杰罗决斗时的战场 序幕记者称 当时的爆炸声连绵不绝 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 不幸中的万幸是 由于是暑假 校园里并没有多少学生 因此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目前警察已将校园全部封锁 留校的学生们 也都迁入了附近的旅社 刘老师统一照看 不过迄今为止 爆炸的原因人未查明 你对这场事故有什么看法吗 只能说十分蹊跷 众所周知 教学楼里不可能安有天然气管道 更何况爆炸中心位于最顶楼 女记者一口气说道 有人猜测是飞机坠毁 也有人说是小型陨石 甚至还有外星人降临的说法 不管如何 一旦警方有了确切结论 我会立刻传回消息 谢谢 主持人点点头 接下来请看下一条新闻 夏日炎炎 酷暑难难 学生们应该在家享受久违的假期生活 而不是参与各种课外补习 教育厅已经下发禁止开班补习的通知 若您发现了这种情况 可以拨打举报电话 后面的内容 罗兰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脑袋里全部是教学楼垮塌的景象 灵魂之战 不应该是一场虚构的幻象吗 这怎么可能 哀历许久后 他忽然意识到了 什么 急匆匆地跑到客厅大门前 打开防盗门 一股热浪顿时涌入屋内 出现在他眼前的 竟是一座现代城市 远处的高楼 此起彼伏 连接成一片密布的 混凝土丛林 不远处是繁忙的街道 车子和行人来往不息 而他所站立的位置 大概是在一座公寓楼的走道上 回头望了一眼 才知明显有些低档的门板 中央挂着0825的金色名牌 如果没有会错意的话 这应该是指 八层25号房的意思 麻烦让让 别挡着过道好吗 罗兰微微一愣 转过头 发现邻居的房门不知何时 已经打开 一名中年妇女 正不耐烦地盯着他 直到侧过身子 对方才冷哼一声 从他身边迈过 红石飘进鼻子里的 还有浓郁的劣质香水味 真是的 大白天不工作也就罢了 还穿着个背心裤衩 到处跑 一把年纪了 也不嫌丢人 对方像是在自言自语 声音又恰好能 飘进罗兰的耳朵里 这种技能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得心应手 罗兰回到屋中 碰得一声关上了大门 杰罗 你给我滚出来 别浪费时间 躲躲藏藏了 这就是你新设计的把戏 把我脑中的东西 东拼西凑起来 别笑死人了 不过 是些幻象而已 喊了半天 房间里依然毫无动静 罗兰一把抓起 茶几上的玻璃杯 狠狠砸在墙上 杯子瞬间四分五裂 这就是你 不会放过我的方法 他在心中冷笑 想把我永远困在 这片意识之中 你关不住我的 杰罗 没有丝毫犹豫 他立刻行动起来 假设这又是一场 类似于灵魂之战的幻景 该如何才能脱身 自杀肯定是最后的选项 罗兰决定 先从简单的做起 制造一起坠落 他搬来几张椅子 从大到小一张张叠起来 已被面对沙发 这样即使失败 也不至于受伤 搭设完成后 他踩着不断摇晃的椅子 慢慢爬上最高点 此时他的头顶 几乎快要挨着天花板 背对着倒下 确实有些吓人 不过如今罗兰连死亡都体验过 还是换着花样死的 这点心理障碍已难不倒他 就在他前后摇晃椅子之际 大门外响起了开锁的声音 难道是这间屋子的 真正主人回来了 还未来得及 稳住身子 对于敌而起的椅子 他背着双肩书包 年纪大约十一二岁 但雪白的长发和浅红色的眼睛 让他立刻认出了对方 杰罗 而他显然也看到了罗兰 同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你在干什么 叔叔 画面刹那间扭转 像是世界颠倒了一般 罗兰的身子蒙得弹起 长出了两口气 熟悉的房间景象 再次重现在他眼中 带有细小裂纹的灰色石墙 厚实的天鹅绒窗帘 以及静静发出光芒的魔石 这里是 吴东城 荒荡 木盆落地的声音传来 罗兰寻声望去 只见安娜正正地站在原地 掉落在地的盆子 旋转了几圈 倾倒而出的热水 打湿了大片地毯 随后女孩向她飞扑过来 第0633章 欢迎回来 你瘦了 仅仅相拥了许久之后 罗兰抚摸着她的脸颊 轻声道 安娜的眼睛依然如湖水般纯净 尽管泛起了波澜 蓝色的眼眸中 仍清晰地映衬出了她的身影 只是 女孩的身体 明显消瘦了许多 隔着衣服 能感受到 她背后微微隆起的脊椎 颈膊下的锁骨凸显出来 脸庞也不负记忆中的圆润 抱歉 让你担心了 嗅着她 散发出来的忧香 罗兰心底 涌起了久违的平静 明明只是眨眼间的事 却好像隔了几个世纪一般 安娜摇了摇脑袋 将眼眶中晃动的泪珠 擦在罗兰衣领上 你醒来了 就好 我昏迷了多久 三天 一招 不过看到安娜 瘦成这副模样 她又有些不确定起来 一个多月 罗兰愣住 什么 确切地说 是一个月又二十二天 望着她呆滞的表情 安娜不由地 破涕微笑道 现在也是秋天 你没发现 连窗帘都晃过了吗 自己竟然昏迷了快两个月 她不敢置信地 活动了下手臂 又悄悄曲卷了下脚趾 并没有任何声色的感觉 那我是 怎么吃东西的 你没有吃东西 安娜靠在她的肩头 双手紧紧抓着她的衣服 仿佛怕她再次昏睡一般 有人代替你吃了 呃 这也可以代替吗 是血压会女巫日暮的能力 她在你身上 执下了共生之种 平时只要多吃一份食物就行了 居然还可以这样使用 罗兰心底 暗自嘖嘖称奇 这种共生关系 显然不仅仅是维持生命而已 从手脚的肌肉 没有丝毫萎缩来看 它相当于将两个生命体 完全连接起来 共享一套循环系统 她感叹了一番后 侧头望向地上的木盆 这些日子 麻烦你照顾我了 毫无疑问 在昏睡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 身上仍然干爽清净 必然是有人隔三差五 为她清洗身子 更换衣服 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想要日复一日地做下去 耐心和爱心都必不可少 比起你做的那些 这根本不算什么 安娜轻声道 你已经实现了对女巫的诺言 击败了教会的大军 陷在整个女巫联盟里 每个姐妹都愿意为你 付出一切 就算没有我 也会有人抢着照顾你的 但我更希望有你来 罗兰望着她 低头吻了 上去 过了好一会儿 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安娜双颊扶上一抹红霞 对了 我得赶快告诉其他人 他们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不继续吗 罗兰露出坏笑 她不自觉地偏过了头 你才刚刚醒来 应该先好好调养一阵 可我觉得 浑身都是力气 那也不行 安娜抬手捶了她几拳 接着回身捡起木盆 一步三回头地走向卧室门口 我马上就会回来 我已经睡得够多的了 放心吧 罗兰冲她笑道 等安娜关上房门后 她才皱起眉头来 为什么自己会昏睡这么长的时间 难道跟梦境中所见到的 那场匪夷所思的景象有关吗 她心里阴影有些不安 一般来说 梦醒来后 做梦到的内容会快速淡去 甚至不要一天时间 便会忘得一干二净 但直到现在 她仍清楚地记得 梦里发生的一切 那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 真的就是杰罗 她为何会叫自己叔叔 而且那副震惊的模样 怎么都不像是装出来的 罗兰越是回响 便越觉得蹊跷之处 远不止一两个 梦中的城市 绝对不是她前世生活的地方 出现在电视里的学校 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那座大学应该一事二件 属于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 整个学区周围 不允许搭建高层建筑 但在新闻播放的背景画面里 却能看到 由摩天楼构成灰色天际线 公寓楼也很有问题 从并排相连的住户和走道来看 这根本是最老实的桶子楼结构 一般建造于七八十年代 与数百米外的繁华大街 以及更远处的高楼大厦 格格不入 而墨绿色的房道门 老旧的台扇 与壁挂的彩色电视的搭配 同样十分怪异 如果不是房主的特殊癖好 几乎没人 会这样装饰自己的客厅 一切看似真实 实际上漏洞百出 结罗消散前 歇斯底里喊出的那句 我绝不会放过 你到底是诅咒还是恐吓 难道他就指望 拼造出一个如此拙劣的梦境 来迷惑他 如果只是 让他做几场噩梦的话 未免也太过虚张声势了点 就在罗兰沉思之际 房门外响起了喧哗声 一群女巫冲入卧室 将他团团围住 众目睽睽之下 罗兰也有些尴尬起来 嘿 总之 我已经没事了 这些日子 闪电不等他说完 纵身飞上大床 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 感谢神明 温蒂双手相扣于胸前 声音里 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 您终于醒来了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历历撇嘴 让我们担心了这么久 你也会担心别人吗 那可真是个稀罕事 明月嘟囔道 烦人嘛 和女巫比起来 总是比较脆弱的 艾克莎掏出一块平衡魔石 凑到罗兰面前看了看 嗯 观察不到魔力反应 看来 你并没有继承杰罗的全部啊 怎么样 有想起什么来吗 比如身为教皇的记忆 罗兰略感诧异地问 你知道这个能力 我们抓到了 教会的纯洁者俘虏 从他口中打听出来的 是吗 不过 我似乎没有接受他的记忆 等等 万一他被两百多年的记忆 冲昏了头脑 现在已不是之前的四王子了 怎么办 灰烬站出来道 谁能证明他是罗兰 而不是杰罗 拜托 你就别在这种时候添乱了好吗 安德利亚瞪了他一眼 他是罗兰陛下 我确定 叶英的声音从大床另一侧传来 令罗兰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现出身形 然后是纳纳瓦 书卷 叶子 在女巫们七嘴八舌的关心声中 他感到了充斥全身的暖意 最后一个是提力 他握住罗兰的手 微笑着说道 欢迎回来 哥哥 第0634章 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半个时辰之后 罗兰终于大致弄明白了 自己昏迷的这一个多月里 所发生的事情 教会无疑遭到了沉重打击 神罚军几乎全军覆没 审判军歼灭过半 逃回去的二千多人里 还有不少已经服下狂化完 被魔力腐蚀是迟早的事 加上教皇失踪 大批高层指挥者战死 经此一役后 克尔梅斯圣城再也无力燃指挥宝边境 甚至能不能撑过接下来的邪魔之月 都难说 不过第一军的损失同样不小 主要就在于黑沙女巫的那次突袭 凡是看到他双眼又没有佩戴神罚之士的士兵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七百多人的伤亡里 有八成是他造成的 而罗兰的倒下 对军心也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不得已之下 铁府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好在这个时候 市政厅的功能已非常齐备 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倒也没出什么问题 向民众公布的说法 是陛下在战斗中不慎负伤 需要敬仰 第一军阵亡士兵的葬礼 也是由铁府和巴罗夫共同主持的 俘虏的纯洁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你说 他们对教会都没什么感情 他望向艾格莎 那名叫伊莎贝拉的女巫 还愿意帮助我们对抗魔鬼 香草和马鸡都没有被大主教收养 只是为了执行这次任务 才从修道院里选出来的 这一点夜音已经分别确认过 艾格莎回答道 倒是伊莎贝拉十分奇怪 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为谁效力 只要能战胜魔鬼就行 他还说 这都是上一任教皇灌输给他的想法 你怎么看 我建议暂时把伊莎贝拉留下来 但他是被教会养大的纯洁者 是我们的敌人 书卷皱眉道 如果不是他 那个叫杰罗的女巫 根本伤不到陛下 据我所知 温帝也是被教会养大的 那不一样 温帝从来没有伤害过其他人 伊莎贝拉同样没有直接伤害过哪位女巫 她的能力 仅能对神识起作用 而女巫里 很少有主动佩戴神识的 艾格莎不以为意道 夜音确认她并未说谎 是这样吗 博兰望向大床另一侧 过了好一会儿 那边才传来不情愿的应答声 嗯 最关键的是她的能力 艾格莎接着说道 伊莎贝拉提到神发之时 所形成的无光黑洞 皆具有独特的振战 规律 而她能创造一种与之相反的振战 使得神识作用失效 或许这便是破解斩魔者秘密的关键 我甚至怀疑 她是一名天生的斩魔者 如果能摸清楚神识 与魔力之间的关系 其他女巫或许同样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消息在人群之中 引起了一阵稀气声 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神罚之时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正因为有了神识的限制 他们才会饱受欺压流离之苦 面对教会和贵族的抓捕 束手无策 罗兰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抵消震战 这简直跟波的特性一样 难道魔力在扩散时 也是按照波的方式来传播的 既然如此 就先留着吧 她沉吟了片刻后说道 具体怎么处置 等我见过她之后再说 吴东城里显然不是 只有女巫在关心她的安危 到下午时 收到消息的巴罗夫 铁府 卡尔等高层官员 陆续来到城堡 每个人见到她之后 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 特别是市政厅总管 甚至抱着罗兰哽咽起来 由于刚刚苏醒 她也没有过多询问正事 而是把交谈内容 放在了闲聊和安抚上 长时间的昏迷 让吴东城的知情者们 人心惶惶 现在最重要的是 振奋人心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的国王已经康复了 傍晚时分 城堡区里举行了丰盛的宴席 市政厅与第一军官员 几乎全员出席 摆满食物的餐桌 都摆到了院子里 不仅如此 她还命手下 将一车车热腾腾的卖粥 推到广场中 让全城的子民 都能参与到这场欢情之中 盛宴过后 罗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叶英 她轻轻喊了 一声 没有人回应 叶英 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你在这儿 依然没有动静 罗兰叹了口气 转身走出两步 伸手一叹 便碰触到了叶英的身体 后者现出身形 正准备屈膝跪下之际 她直接将她提了起来 咦 力气似乎变大了一些 不过这并不重要 罗兰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还未等她开口 直接说道 我知道你在愧疚 什么 但这件事并不是你的过错 最终我也安然无恙 所以别再责怪自己了 明白吗 艾格莎明明提醒过我 可我还是 哎 陛下 罗兰直接抱住了她 这还是她第一次 主动拥抱叶英 本来罗兰准备了 许多安慰和劝解的话 但到了嘴边 又不想再说了 她知道对方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被截罗化成的 幽光击中前 叶英义无反顾 推开她 用身躯挡在她面前的背影 仍然记忆犹新 她那时候 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面对这样的女子 她还能再多要求什么 再等一阵 罗兰低声道 我会解决此事的 解决 什么 她没有回答 但她知道 叶英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 她微微急促起来的呼吸 就是最好的证明 肩默往往是无形的伤害 她既然做不到视而不见 就只能 把这份责任 放在自己身上 哪怕这会是一条荆棘路 然后叶英 全身都放松下来 当压力转移走后 她的神情再次坚定起来 当人处于脆弱之际时 所需要的 仅仅是一句沉默 期盼便有了意义 嗯 我等着 她低气道 明明流着泪水 却不染一丝悲伤 湿润而温暖的触感 让罗兰内心也充盈起来 纵走夜阴后 傍晚她睡得特别踏实 睁开眼时 雪白的天花板 再次出现在她眼前 好吧 又是这个拙劣的梦 由于已经知道脱离方法 这一次 她的心态要沉稳得多 揉了揉 隐隐有些疼痛的后脑勺 她走出房间 正好看到白发丫头 端着盘子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醒来了 她皱眉道 你昨天发疯了吗 叔叔 第0635章 灵魂之楼杰罗 罗兰试探地问道 她翻了个白眼 俯身把盘子摆在茶几上 随后盘腿坐了下来 愣在那里 干什么 不来吃早餐吗 小丫头的声音 柔软稚嫩 身形纤细 但青色的连衣裙下 是白色的丝袜 脚丫 差不多只有自己的手掌大小 和那个叫嚣着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疯狂纯洁者 判若两人 不过 既然对方没有否认这个名字 就等于承认了 她是杰罗 要怎么办 杀了她吗 现在这副幼女身材 总不可能还像超凡者那样 能徒手撕碎自己吧 罗兰 先是摸进厨房 从刀架上取下一把水果刀 藏在腰间 接着缓缓来到茶几边 只见自己盘子里 盛放的是一片煎鸡蛋 以及两根油条 嗯 比她要多一根 鸡蛋 外圈色泽金黄 边缘微微焦糊 中间的蛋白 微微鼓胀 透出一抹橘色 显然是完美的流星蛋 杰罗嫌熟地捏起筷子 将她那份煎鸡蛋 三下五除二送进嘴里 接着又抓起油条啃了起来 罗天你到底在做什么 天花板上有蟑螂 哦 我觉得有些脏了 想擦一擦 博兰随便编了个理由 是吗 她抬头望了天花一眼 你就不会用一叉挂块抹布去擦 效果不好 不过现在总算干净了 她咳嗽两声 这是你做的 叔叔 你脑袋没事吧 杰罗终于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色 自从我来这里后 不都是我做的吗 来这里后 那你之前又在哪里 罗兰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问出来 显然再问下去 对方就要怀疑她的身份了 杰罗很快吃完了 早餐 把手递她面前 买菜钱 那 冰箱里的菜块没了 我今天得去趟菜市场 你不给钱我怎么买 一个初中生 居然懂得 这些 罗兰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 并没有找到钱包 呃 你的床头贵 第二格抽屉里 杰罗叹了口气 他回到卧室 果然从梯子里 翻出了一个干瘪的皮架 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可怜的三百来块 还有几张彩票券 要多少 罗兰回到客厅 二十吧 再多我也提不动了 罗兰本着花别人的钱 不心痛的想法 递给他一张五十的钞票 多得留到下次买好了 杰罗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把钱塞入了自己的小荷包中 你的手 罗兰注意到 对方的手指上 缠绕着两个窗壳贴 剪玻璃扎实 扎到的 没什么大案 当然 如果你不乱丢东西的话 就更好了 他耸耸肩 随后背起书包 朝大门口走去 我去学校了 中午不回来 晚归你洗 等等 现在不是暑假吗 当然是补习啊 杰罗套上鞋子 从门后 探出半个头盗 叔叔 如果你觉得脑袋还在痛的话 就去医院看看吧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过了半分钟 罗兰走出0825号房 他再走到围栏边 向下张望 杰罗的身影 很快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白色的头发 总是格外醒目 回头向他打量 他在楼下等了一会儿 直到另外两名 背着书包的黄毛丫头 跑跳着围拢到他身边 三人才结伴消失在巷子中 感情他还在这里交上了朋友 罗兰揉了揉额头 这个梦境 未免也太荒诞了点 接下来怎么做 要不要尾随他去看看 他就不信 杰罗还真能虚拟出 一座完整的城市来 就在罗兰转身 想要回屋寻找钥匙之际 忽然全身一僵 整个人都正在原地 只见一名俏丽的女子 向他走来 他有着一头浅灰色长发 眉头高高挑起 唇鼻和体力有几分相似 却多了一份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 冷冽和高傲 他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但四王子里的记忆 却分明在告诉他 此人正是他的姐姐 灰宝的三王女 加西亚 温布顿 罗兰下意识地摸向 腰间的水果刀 让开 别挡到 女子露出嫌恶的表情 我要过去 你不认识我 他大感惊讶 是 就想来套近乎了 罗兰盯着他 缓缓让开过道 你叫加西亚 对吧 女子脸色阴沉下来 虽然不知道 你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名字 不过 我警告你 休禅不休是会吃苦头的 他伸出右手 依次合拢手指 骨结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俨然一副练过打斗的姿态 等到他回到住所 重重关上房门 罗兰才装出闲逛的模样 走过去扫了一眼 房间号是0827 隔壁的隔壁 望着更远处 沿走到一线 排开的房道门 他心中忽然 升起了一个惊悚的想法 这栋公寓楼 一共有多少住户 不管怎么说 公共走廊的长度 实在太惊人了点 但在27号房门口 另一端 居然一眼看不清 镜头 这个念头一旦涌起 就难以压下 他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屋中 反找出钥匙 确认能开启大门后 反锁门锁 接着朝房间号 递增的一端 跑去 脚下的长廊 竟不亚于一条 400米长的直线跑道 气喘吁吁的 来到楼道末尾 靠近楼梯间的位置 最后一块门牌号上 赫然是0899 这简直不可思议 谁会在一层桶子楼里 塞下近100套住房 按照七八十年代的风格 一排安个十来户 就已经算是规模庞大了 罗兰接着 顺着楼梯向上爬去 楼梯扶手是铁制的 表层的绿漆 已脱落得7788 能看到明显的绣迹和灰尘 楼道里还贴着无数小广告 透露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种牛皮选 在大城市里 应该早已消失殆尽了 才对 顶楼是22层 镜头处的防盗门上 没有名牌 连窗洞都没有打通 他一间一间地查看 直到第一个门牌号 出现在他面前 2245 那么粗略算一下 整个公寓楼 一共有2124户居民 在漫长的年月中 我吞没过上千名的战士 其中还包括一位超凡者 你是赢不了我的 在天台的那场生死决斗中 杰罗的话 再次浮现在他的脑袋里 难道居住于此的人 都是灵魂之战的战败者 这个猜测 让罗兰不禁目瞪口呆 而现在 杰罗似乎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第0636章 虚幻的现实 一口气连爬了十几层楼 当松懈下来时 罗兰只觉得双脚发酸 这座老式建筑 根本没有电梯 哪怕是在梦中 他也庆幸自己出现的位置 不是顶层 毫无疑问 造成这一切的 一定是杰罗 但又不完全是杰罗 因为没人会用这种方式 来报复自己 辛苦制造一场诡异梦境 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自己目睹他的失败 不仅剥夺了身为纯洁者的记忆 还变成了一位 手无缚机之力的初衷生 一时间 罗兰脑袋里 冒出了很多邪恶的想法 就凭杰罗现在的样子 无论自己对他做什么 他都毫无抵抗之力 难道这也算得上是复仇吗 只能说 当时杰罗的确做了些什么 他让记忆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重铸 但最终形成的结果 却绝非他所希望看到的 如果说这栋规模奇大的 桶子楼是杰罗记忆的忠实反应 那也仅仅只是一座楼而已 而远处 此起彼伏的摩天大厦 和街上奔流不息的车辆行人 很明显 则属于他的记忆 一个来自现代世界的灵魂 杰罗和他所吞噬的人 以现代人的身份 融入到这个梦境中 就说明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这才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断 那么他自己呢 罗兰一边慢慢向楼下走去 一边思索这个问题 他不属于这里 至少说 他不属于这栋败者楼 很显著一个特征便是 他仍有完整的记忆 知道自己处于梦境之中 并随时能离开此地 当然 接下来他得定做一个 更方便的坠落工具 上回滚落沙发撞到脑袋 这一次 依然能感到隐隐作痛 说明梦境的真实程度 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 既然如此 他在丰富程度上 又能做到哪一步 事无所不包 还是仅有一个空壳 罗兰回到0825号房中 再次仔细地检查 这间住所 很标准的三室一厅房 没有阳台 三间单间 分别是罗兰的卧室 杰罗的卧室 以及一间杂物房 杂物房里 摆放的都是些大物件 例如一辆条速飞轮 都没有的老式单车 一台缝纫机 一扇已经锈时的铁门等等 估计卖废品 都值不了几个钱 接着他走到了杰罗的卧房门口 门板上贴着明显的告示 不得擅自入内 只是这种警告在罗兰眼里 形如无误 他毫不客气地推开房门 一股淡淡的清香 飘进了他的鼻子 小小的房间里 家具摆设得整整齐齐 连床铺都叠好了 被子 光洁的桌子和地板上 鲜尘不染 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初中生能做到的事 罗兰转了一圈后 目光很快被一个 放在书桌一角的卡通日记本 吸引住了 他居然有写日记的习惯 这可是个了解杰罗 过往经历的好机会 对他来说 在梦境之中 偷看一个小丫头的日记 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压力 罗兰拿起粉红色的本子 发现 侧面还有一个塑料锁 不过这种玩意 完全难不倒塌 塑料锁扣的作用 纯粹是给孩子 增加一个心理安慰 并没有防止偷看的功能 罗兰找来两根牙签 插进锁空里 但甚少有默点和图改 显然他在写这些东西时 还是颇为认真的 2月16日 因为学校搬迁 我被寄托到一个异地的家庭中 房主叫罗兰 是个不太讲究的叔叔 他的工作是在酒吧打工 经常白天睡觉 晚上出门 一直到凌晨才回来 身上总有一股难闻的酒味 我太不想住在这里 但家里说他所要的寄宿费 最少 还包伙食 不准我再多说一句不好 否则就要把我送到乡下去 这是个什么见鬼的背景 罗兰忍不住刺了刺牙 从小到大 他去酒吧的次数屈指可数 更别提在那里打工了 不过梦境本身就是个不讲理的地方 他常常会把多个毫不相干的片段 拼接到一起 而且在梦中时 还丝毫不觉得有异样 想到这点 他也懒得跟梦计较了 2月27日 开学了 罗兰叔叔 似乎丢掉了工作 看起来很颓废 晚餐变成了泡面 还是我买回来的 3月2日 最近的零花钱 都用在泡面上了 这样下去不行 杂志上说 12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必须保证足够的营养 我得跟叔叔谈判 如果被揍的话 我就再人人好了 我不想去乡下 3月3日 他同意了我的提议 太好了 每个月 他都会给我一部分生活费 用来购买新鲜的食物 不过 只要我没在学校 三餐 就得由我来做 这到底是谁在照顾谁啊 我怎么觉得 他应该多给我一份薪水才对呢 不管了 反正在家 也经常要做这些事情 都习惯了 6月8日 来到新城三个月后 已经渐渐适应这里了 我交到了许多朋友 成绩也是班上最好的 罗兰叔叔 虽然很不讲究 老是不修边幅 但实际上并不是个 坏人 至少从来不会打我 可惜他仍没有找到工作 看起来都快要放弃了 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单靠家里 打给他的生活费 是没办法养活 我和他的 我得想办法帮帮他 6月22日 嗯 挣钱好难 画了些卡通图 卖给补习班的同学 最后才赚到15块 这还不够两天的菜钱呢 对了 最近对叔叔的语气 是不是太随意了些 他毕竟是大人 感觉有点不太礼貌 但我总是控制不住 难道这就是叛逆期吗 6月25日 天呐 今天吓死我了 一进门就看到 罗兰叔叔 从椅子上摔下来 还好底下有沙发 接着 把椅子搭那么高 难不成 他是想自杀 简直让人生气 万一磕伤了 不就更找不到工作了吗 算了 明天再问问 他是怎么回事 省去无关紧要的 细枝末节 罗兰花去半个小时 就读完了整本日记 也对杰罗 与自己同住一屋的原因 有了得大致了解 梦境 似乎给所有人都编造了一个 符合现代身份的背景 这无疑是个极为复杂的构设 单靠他一个人的大脑 恐怕没法完成 也难怪灵魂决斗结束后 他足足昏迷了快两个月 将日记本锁好 放回原位的时候 罗兰不由地挣了挣 只见书桌旁 还垒放着一叠书籍 似乎是小丫头的教材来着 他咽了口唾沫 伸手将课本全部磨了过来 第一本是语文 第二本是思想品德教育 当他翻到第三本时 呼吸都急错了几分 那正是初二生所使用的化学课本 他的内容十分简单 连文字都很少 大部分是插画 乍看起来就和十万个为什么差不多 但当罗兰翻到最后一页时 一张折成几叠的长叶掉落出来 把他摊平后 一幅完整的元素周期表 出现在他眼前 第06分七章 发展纲要 从梦境中脱离后 罗兰已睡一圈无 他激动地从床上翻身而下 直接劈起外套来到办公室 抽出几张白纸 开始凭印象墨写元素周期表 和初等化学里一些遗漏的知识 两次进入梦境 让他也磨出了一些大致规律 首先 在梦中的时间流逝 和现实时间并不对等 这点很好理解 平时稍微打个瞌睡 都能梦到很长一串内容 或许是当视觉 听觉 触觉等感知 变成内部提供时 大脑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反应速度 例如 他在梦中活动了约八个小时 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趁着杰罗尚未回来 利用一架人字梯 在卧室里完成了坠落 而这边仍然处于深夜 月亮高高悬挂于头顶 恐怕还得有两三个时辰 才能迎来日出 其次是大脑的活跃 程度 兴许是梦境太过逼真所致 罗兰发现自己在梦中行动时 并不等于睡眠休息状态 这倒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白天处理政务 晚上还要赚钱养家 一天忙碌24个小时 他忽然觉得自己 也快要成为吴东城的劳模了 还是最勤劳的那个 不过罗兰还没尝试过 在梦境中睡觉会是怎样 如果能利用两边的时间差 在梦里休息的话 无疑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便是梦境本身了 他和平时所做的梦截然不同 清晰 稳固 似有一套规则 毫无疑问 这部分肯定是杰罗导致的 他让梦境成为了一个新世界 而罗兰对他的了解 仅仅只有皮毛而已 他到底有没有边界 融合了哪些片段 又能在里面找到多少被埋藏 甚至被遗忘的信息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罗兰用过早餐后 将市政厅的各部门负责人 统统召到了城堡会客厅 除开需要了解这一个多月来 城市的变化与进展外 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 便是制定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目前教会的威胁已被解除 接下来最要紧的 无疑是做好迎接魔鬼的准备 全力以赴投入到 即将开启的神异之战中 罗兰将目光放在了其他王国上 呃 您是说 不单要从徽宝各个领地招人 还要去永东和狼心抢夺人口 阿罗夫抹了抹额头 意下 这可是个大工程 教会遭受重创的消息 必然会传遍整个大陆 赫尔梅斯圣城对永东 狼心的控制力 能保持几成都是个未知数 另外那些加入教会的贵族们 当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反过来狠狠咬上一口 也不足为奇 罗兰沉声道 这正是我们的好机会 不管是用金龙诱惑 还是武力强迫 只要能把这些人 拉到徽宝来就行 在这个民族主义 尚未觉醒的时代 强迫拉人几乎 没有任何后患 只要能把全家都拉上 大部分人并不介意 自己再为谁效力 等到来年春天 武东城海港即可开放 你要做的工作 主要有制定招募计划 像霞丸海商租借海船 以及妥善安置运来的人口 他继续交代道 我知道 实施这些政策 会花去大把大把的金龙 但不管如何 市政厅都得咬牙完成 在座的各位都清楚 教会并不是 王国最终的敌人 这个快速扩充人口的方案 看似复杂庞大 但其中许多细节部分 市政厅早已有过充分的预言 例如招募行动 对于已经多次派使者团 前往南境和东境拉人的 市政厅来说 并不算什么难事 而安置部分 更是拥有完备的 条例和丰富的经验 如今的武东城市政厅 你是一个可靠且成熟的行政机构 唯一没有练过手的海运部分 他打算联系雷霆和玛格丽商会 来协助自己 完成 对了 为了给你减轻负担 我会正式聘用伊蒂斯 康德小姐加入市政厅 担任你的副官 罗兰顿了顿 无论是此前谋划韩峰岭之战 还是在参谋部的表现 她的能力都无可挑剔 相信有了她帮助 你会轻松许多 多谢您的关爱 陛下 巴罗夫极道 但我一个人也能办到这些 我已经决定了 罗兰打断了总管的话 就按我说的做法 随后她看向书卷 教育工作 同样是下一阶段的重点 不知道终极教师的培养 进展如何了 至今只有 非林一人通过了终极考核 书卷摇摇头 陛下 这个方法 恐怕行不通 我明白了 罗兰对教育部的失败 并没有感到意外 一开始初级教师 都来自于歧视阶层 教授的内容 也仅限于普及读写 在统一编写的教案 与书卷的亲自指导下 倒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但当教育部 打算继续强化教师资源 想要把歧视 培养成终极教师时 问题就来了 这些贵族能识字的 唯一原因 旨在于 他们有条件 接触这些 并不意味着 他们善于学习 而终极考核 涉及数学 物理 化学三大科目 也不是随便学学 就能弄懂的了 既然行不通 新的终极教师 就从学生里挑选吧 他拍板道 为了保证 学生能继续就读 把奖学金制度 纳入新一年的财政规划 奖 学金 书卷愣了愣 您是指 曾在长歌要塞 推广过的奖励制度吗 完全不同 那时的奖励 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学习 而奖学金 指奖励最顶尖的学生 罗兰解释道 他的宗旨 是让优秀人 才能在学习阶段 获得足以媲美 一般工作者的薪酬 这样他们 才会愿意继续留在学校 道理很简单 大多数人通过普及教育 考核并拿到毕业证后 都不会再考虑进一步深造 而是尽快找一份工作 养家糊口 因此 他有必要设立一份特殊补助 也就是奖学金 来让善于学习的人 能够得到更好的栽培 一开始 你可以把奖励线定得偏高一点 这样筛选出来的学生 估计在二三十人左右 由你和菲林两个人来教 他们的学习速度 应该会比骑士快得多 之后 通过终极考核的 就聘为终极教师 起薪为五十枚银狼 每月 通不过的人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依然可以申请其他工作 而有了第一批终极教师后 再放宽奖励线 便能逐步把更高层次的学识 教育推广下去 第0638章 元素周期表的诱惑 陛下 这样做的话 前几批倒没什么问题 但之后呢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终极教师吧 巴罗夫发问道 他看起来虽然有些失落 但大部分注意力 依然集中一体上 不是这些人唯一的去处 除了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外 其他生产岗位 也会设置相应的研究者 与管理人员 他们不但应该知道 如何操作机械 还得知晓 他的原理 能自行培养工人 维护设备 甚至提出改进意见 罗兰掰着手指道 光有大把人口 是没有意义的 教育部所要做的 便是尽可能将他们 转化为产业人员 产业人员 书卷低声重复了遍 是指从事生产者吗 可以这么理解 他将脑中构思已久的想法 详细说出 任何接受过初等普及教育的人 都能胜任工人 一直 他们就是最初级的产业人员 这部分人 决定了吴东城产业的规模 人数越多 规模越大 但只有大事不够的 市政厅管不了那么多事情 因此之后 每一百人中 应该有两到三人 拥有中级教育水平 他们不仅能当工人用 还能放到管理职位上去 而高级教育者 同样如此 以此类推 形成一个能够自我更替 并且遵照市政厅指令形式的团体 人口之所以能成为红利 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关键 目前吴东城拥有的资源并不充裕 没法全面铺开中高等义务教育 罗兰也没那么多时间 去等待人才成熟 所以干脆用奖学金 来选拔培养一批有能力者 而其余大部分民众 只要完成了初级教育 能读会写 就直接分配到各个生产岗位中去 成为吴东城高速发展中的 一颗螺丝钉 我明白了 书卷印到 另外还有一点 在初等普及教育里 加入思想教育部分 罗兰轻敲着桌面 不禁回想起了梦境中 那本思想品德 教育课本 武装思想 在这个时代的作用 或许不比蒸汽机要小多少 具体内容 我会写教案 要交给你的 见书卷点头后 他站起身来 环顾在座的所有人 总的来说 市政厅经历两年的主要任务 便是扩充人口 发展教育 以及提升产业规模 其中前两者最为关键 决定了吴东城 乃至整个王国的发展上线 我希望在更可怕 也更强大的敌人到来前 所有人都能尽到 自己应尽的责任 为了国王陛下 所有官员齐声齐力道 也为了你们自己 罗兰呼出口气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对了 凯末 斯锤尔 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首席炼金师 跟随罗兰来到办公室 当官上门 便直接了当问道 陛下 您又有什么新想法 或新产品要生产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希望能早点回实验室工作 你还是和以往一样急躁 罗兰忍不住笑道 坐下来慢慢谈 我有件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 等到凯末一脸狐疑地坐下 他才不急不慢地喝了口茶 王都的炼金师们最近过得怎样 不好不坏吧 除开化学实验上的交流 我跟他们来往的并不多 首席炼金师皱了皱眉头 比起问我 您大可直接向他们询问 这说明 王都炼金协会 仍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尽管他们带来的众多学徒 对化工生产帮助甚大 但在声势上 也容易压过本地的学员 罗兰不动声色地换了个话题 如今 两酸与无烟火药的生产 已达到一个可观的规模 并且之后 还将成倍扩大 我打算把这个产业正式独立出来 由一个新的部门来管理 他稍稍停顿片刻 你有没有考虑过 担任化工部的部长 我记得您之前曾跟我提过 但抱歉 陛下 我无法丢下实验室 和那些瓶瓶罐罐 转而去做管理人的琐碎工作 海默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所以我的答案仍和以前一样 别急着推脱 罗兰怂怂间 你潜心于化学试验 无非是想探索他的奥秘 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 如果我能让你更直观地了解化学本身呢 海默 斯锤尔不由地一愣 怎么做 罗兰从抽屉里 取出一张画满方格的白纸 在他面前缓缓展开 那正是昨晚默写的元素周期表 这 这是 老练金师的眼睛顿时直了 他颤巍巍地伸出双手 像是想要一把从国王手中抢过这张表格 又害怕太过用力而撕碎他 您不是说 空白处已经遗忘了吗 我最近又想起来了 不守 罗兰把周期表往回拉了拉 让对方只能干瞪眼 包括中等化学 也是如此 这一次 应该不会再是残卷了 陛下 我 凯莫激动地刚吐出半句话 便生生地闭上了嘴 显然他已明白了国王的意思 没错 担任化工部长 替我管理好整个化工产业 这张元素周期表 和完整版的中等化学 就都是你的了 罗兰微微仰起嘴角 而 高等化学 说不定也有机会看到 虽然首席炼金师 对化学的热爱 让人钦佩 可受限于条件和环境 他再怎么钻研 成就 也不会超过高中化学的水平 现在有了完整的 化学书籍 还不如直接把结果摆在他面前 既能省下大把时间 去教导更多的人 又能有效削弱王都炼金协会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罗兰并不担心 凯末对管理一窍不通 毕竟能在赤水成练金方 成为首席 基本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必不可少 只是按他的脾性 平时很少会去在意这些琐事而已 我 明白了 凯末犹豫了片刻后 深深攻身道 我会担任其部长一职 不知为何 一起靠权力强行达成目的 罗兰 越来越喜欢这种 以不可拒绝的筹码 让人扭转 态度的感觉 莫非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位者综合征 不管如何 这都会是一场双赢的选择 你交出的弟子越多 需要处理的琐事就越少 罗兰将周期表辙好递给他 这是预知的奖励 好好干 化学史上将会留下你的名字 第0639章 依莎贝拉 这不像是场囚禁 依莎贝拉心想 如果不低头看 自己手腕和双脚上的镣铐的话 自从告诉他们 神法之时构筑的牢笼 对他无效后 他就被换到了 一间由卫兵看守的普通卧室里 迁移至辉宝西境后 他的牢房也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既没有潮湿阴冷之感 也看不到腐臭的脏水 肆意横流 空荡荡的屋子里 除了一张床铺 和一条长凳碗 还有一个狭小的隔间 作为厕所 窗户都被铁条封死 不过并不妨碍 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 总得来说 要比疏密机关的秘密 监牢好上不少 依莎贝拉 原以为自己会遭受一些 正常的战俘待遇 特别是女巫出众的容貌 本就容易招来额外的觊觎 结果 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恩外的确 时刻有人守卫 但没有人半夜摸进房内 也没有折辱和殴打 除开每天准点送饭外 他们几乎不会多说一句话 但名字称来自 四百多年前的联合会女巫 倒是会经常来见她 随行的 还有一名笼罩在 多冒阴影下的 金发女巫 不管他们问什么 依莎贝拉 都会肇实回答 藏书馆看到的密室 或魔鬼文献 这期间并没有 她所预料的刑讯拷问 看得出来 那名金发女巫 很想找她的麻烦 可每次详细地回答提问后 对方又冷脸离去 让她颇为不解 依莎贝拉当然不会认为 这群女巫 天真到自己说什么就信什么 从审问时两人的反应来看 至少有一人能甄别谎言 金发女巫难不成 再等自己撒谎才会动手 这也正是 让她迷惑的地方 想要责罚她的借口 举不胜数 或者说根本不需要找借口 何必这么麻烦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她的心也在一天天下沉 已经快两个月了 为何罗兰 温布顿始终不曾出现 答案只可能是两个 要么国王至今仍未苏醒 要么对方根本不打算来见她 无论是哪个 对依莎贝拉而言 都不是个好消息 或许当她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全部交代完毕时 等待她的 就是宣判与处死 她虽然愿意为 对抗魔鬼付出一切 对这个结果 也没有任何怨言 但坐等死亡逼近的日子 还是会让她觉得心里疲惫 依莎贝拉叹了口气 拖着镣铐坐到床边 提起额毛笔 笨拙地在腿上铺开新一张白纸 早一点把她记得的东西写完 应该也能早一点迎来解脱 就在这时 屋子外响起了脚步声 声音有些杂乱 显然不止两人 依莎贝拉的心不由地一颤 房门被推开 她放下笔转过头去 发现来者除了常见的两名女巫外 还多了一位灰发男子 如果情报没错的话 她应该就是温布顿家的四王子 如今的灰宝之王 罗兰 温布顿醒来了 还是来这里对她做出宣判的 依莎贝拉站起身 微微行了个礼 我以为您不会来见我了 她装出平静的神态说道 你就是让我佩戴的神法之时 失去作用的依莎贝拉吧 倒不是 我想故意拖到现在 只因为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不久前才清醒过来 对方平和的语气 让她大感意外 而内容更是令她惊讶不已 在梦里 我和纯洁者厮杀战斗 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并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 胜者赢得一切 无论是学识 还是记忆 这不可能 依莎贝拉脱口而出 为什么 罗兰饶有心智地问 就不能是男人无法觉醒为女巫 所以继承不了她的一切 和男女无关 她摇摇头 灵魂战场的胜者 能获得的战利品 是记忆和寿命 这是所有人都拥有的东西 而女巫独有的能力 无法吸收 魔力也不能凭空增长 否则杰罗早就把我吞噬了 也就是说 必须是同时具备着两点的生灵 才能被纳入灵魂战场 你的意思是 还有 它不能入侵的生灵 当然 毫无智力可言的动物 就无法进入灵魂战场 依莎贝拉解释道 它们即使胜利 也理解不了人类的记忆 那也有可能是种族 不同的原因 据我所知 在它吞噬的上千灵魂里 还有魔鬼和混合种邪兽 它叹了口气 只不过这些事 都发生在我出生以前 与他闲聊时提及的 对面三人不禁面面相觑 魔鬼和邪兽 你为什么之前不说 金发女巫贺问道 因为这个消息 只会加深你们的担忧 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依莎贝拉缓缓说道 即使是杰罗 也觉得一种的记忆 太过疯狂 会对自身造成极大的负担 之后 他都没有再做过类似的尝试 这倒有点意思 国王不仅没有露出后怕的神情 反而翘起了嘴角 对了 杰罗有没有向你提到过 灵魂战场里失败者的结局 都有哪些 彻底消失 就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没有区别吗 他挑眉道 例如主动投降 与誓死抵抗的人 结果都是一样 不管是哪种 都会消失 不过 依莎贝思索着回答道 杰罗似乎说过 他吸收的记忆分为两种 哪两种 罗兰仿佛对这个问题 特别感兴趣 一种是混乱不堪 且带有残留意识的 会对杰罗自身造成影响 而另一种 则是完整 且摆在那任由他翻看的 他顿了顿 前者回忆起来要困难一些 也更容易被遗忘 当时他只是随口一提而已 我并没有多问 但像您这样的情况 完全不接受一丝记忆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较长 对方闭上眼睛 久久不语 似乎在思考一个 极为复杂的问题一般 眉头也毫不掩饰地皱了起来 过了大概半刻钟 他才长出了口气 原来如此 他到底弄明白了什么 依莎贝拉心中 虽然好奇 却没有开口询问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现在 该谈谈你了 罗兰接着说到 第0640章 梦境的猜测 依莎贝拉微微垂下头 近代审判 你应该感谢你的能力 不是他足够奇特 而是在于他没法 直接杀害他人 无论犯下多大的罪行 哪怕是协助杰罗袭击我 你也只是个从犯 罗兰的声音 清晰而平和 我可以不杀你 但你必须为自己 所做的一切赎罪 就像其他违反律法的人那样 不畏惧死亡 但也谈不上喜欢死亡 只要您能击败魔鬼 我愿意为您奉上一切 魔鬼是全人类的敌人 我当然会和 他们战斗到底心 但和教会的方式不一样 我不会以摧毁 人类潜力的代价 去迎娶神异之战 而你也得改变 在教会时的习惯 罗兰缓缓道 以后不会再有什么纯洁者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一名赎罪 女巫 杰罗全错了 他不仅早就知道了 魔鬼和联合会的存在 他已经做好了 信念亦会随着 衰老而崩塌 但现在 你已经将无尽的生命 赋予给他 最后的难关 也已越过 神明的褶 在此诞生 想到这里 依莎贝拉拖着脚链 屈膝跪倒 长发铺满了地面 遵命 主人 等到他重新站起身 罗兰才开口道 这里并非赫尔梅斯圣城 所以 你不是专属于我的仆从 而是一名赎罪之人 当然我不会把你送去 矿洞挖上 二十年矿 你要做的 就是配合艾格莎 进行魔力研究 他愣了愣 就只用为他做这一件事吗 这期间 我会让温帝 给你安排新的住处 赎罪时间为五年 你可以 不带镣铐 但仅拥有有限的自由 换句话说 除了住所和艾格莎的法师塔 你想去其他地方 都必须得在 女巫联盟的监视下行动 是 我明白了 对了 你确定圣城里 你没有其他女巫了 罗兰问 这个问题 自从他被俘后 就回答过数次 伊莎贝拉想了想 最终还是摇摇头 为了这场决战 杰罗把所有无用的新生女巫 都转化成了神法军 而有用的 基本都派上了战场 修道院里 倒还有大批女子 但到协月之前 她们转化成女巫的几率并不高 香草 马基和我应该就是教会 仅存下来的三人 她没有再说话 转身向屋外走去 而金发女巫上 前来打开了她的镣铐 伊莎贝拉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 恢复自由的双手 这便是最终的审判结果吗 没有拘禁 玩弄或更糟糕的对待 她说的那些话 都是认真的 陛下 她忽然叫住了对方 不知香草和马基他们 如今 以你的处境要好 罗兰回过头道 他们只是 受到了修道院扭曲教育的影响 离疯狂 还有很远一段距离 若能纠正过来的话 两人说不定能有 加入女巫联盟的一天 随着三人离开 房门 枝鸦一声关上了 是吗 伊莎贝拉彻底放松下来 微眯双眼 注视着铁栏杆外的蔚蓝天空 真是个好天气 她想 你的处罚 也太轻了点 回到办公室 叶英不满道 她可差点要了你的命 是杰罗 不是她 罗兰递给她一片鱼肝 后者用嘴接过 含糊不轻道 那也是她造成的 不然灵魂 战场根本无法侵入你的身体 但她的确是发自心底的 想对抗魔鬼 对吧 她不以为异道 继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也没有受到实质伤害 就这么处理吧 还能起到千金买骨 招式后人的作用 一千枚金龙 什么 呃 就是宣传的意思 罗兰咳嗽两声 有她做例子 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 只要没触犯到底线 好好赎罪 就仍有挽回的机会 毕竟魔鬼 才是我们最终的敌人 为了能在神异之战中 增添一份筹码 让她戴罪立功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吧 叶英撇撇嘴 我会替你盯着她的 罗兰走到落地窗前 心里仍回想着 依莎贝拉所说的话 杰罗的记忆分两种 一种是混乱不堪 且带有残留意识的 会对她自身造成影响 而另一种 则是完整且摆在那 任她自由翻看 前者回忆起来要困难一些 也更容易被遗忘 这莫非就是在灵魂之战时 杰罗反复劝诱自己投降的原因 决定臣服的败者 会将全部记忆都奉献出来 并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如此才能解释 她在关键时候停手的举动 杰罗希望自己放弃抵抗 以便获得完整的记忆细节 这个猜测 倒和她占据四王子身体的经历 有几分相似 确切地说 四王子的记忆便是如此 想要追溯时可以随时查看 就像是整理好的档案柜一般 她无需花时间去记录它们 不看时直接丢到脑后 一点影响都没有 哪怕隔了一年多之后 再去翻看 这部分记忆依然完整如初 而四王子是被加西亚布置的暗期所害 如果死者没有意志的话 那是做臣服的失败者 似乎也说得过去 要是意志坚定的反抗者呢 听依莎贝拉的描述 这部分记忆附带有残余的意志 将会改变杰罗本身 想法 性格 甚至理念 她吞噬完上千人后 早已成为了一个复杂的集合体 与最初的她相差甚远 或者说 根本不能算是同一个人 所以她报复的方式 很可能就是将这些意志 全部注入自己的思想中 她固然会因此而支离破碎 但 罗兰也不再是罗兰了 在混乱不堪的记忆风暴中 各个意志将重新争夺主导权 她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卷土重来 然而杰罗没料到的是 她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论起讯息接受的深度和广度 现代人几乎一天的吸纳量 就相当于古代数月 甚至数年 信息爆炸的时代 她差不多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与记忆 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包罗万象 留下有用的 剔除无意义的 这已经成为了意识的一种本能 结果就是 所有记忆片段都被梦境吞并重组 构成了一个看似诡异的新事件 不过这些猜测 她也没办法向对方求证了 杰罗失去了全部吞没来的东西 也丧失了原本的记忆 她变成了一个纯洁无瑕的新生 重新出现在梦境中